这个同学拿起颜料盒 手一松 颜料就洒了一地 还假惺惺的道歉 好心的提醒老师 屋子里有拖把 和老师打开门后 竟然飞出了五只蝙蝠 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然后二翠走了过去 打开柜子大叫一声 吓了老师一跳 他拿出拖把 边走边念出咒语 天零零地零零 给老师涂点颜料行不行 下一秒颜料瓶飞了起来 把老师团团围住 然后打开盖子 颜料就刺了出来 喷了老师一身 这时教导主任出现了 不过他说 你是老师不是小丑 下次再这样就去马戏团吧 说完就消失不见了 他们之所以敢这样 指引老师是个普通人 下课时 二翠趁其他同学不注意 偷偷摘了片叶子 做魔法药水时 他拿出叶子念出咒语 天零零地零零 化的植物活过来行不行 一阵烟雾过后 点点金光飘了出来 从门缝里钻了出去 然后飞到美术教室里 下一秒 画上的植物就动了起来 下课后 二翠想看看美术教室什么样了 一个石人花从门后探出头来 吓了他一跳 然后兴奋地关上了门 没想到脚被植物缠住了 然后把他拉了进去 老师听到声音 跑了进来 看到这么多植物 他想叫人帮忙 可二翠不浪 于是他们跟植物展开了果斗 用桌子顶住石人花 拿画板当盾牌 爬起来后 把颜料泼到植物上 他们这才消失了 毕竟颜料怕水 校长让二翠把教室打扫干净后 接受惩罚 这个女孩突然长到了三米高 其他同学都是一脸的羡慕 这时小美也慢慢长高 她低头一看 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 只见她双脚离地 悬浮在了空中 原来他们在进行陆学考试 金发妹拿起勺子尝了一点 味道还不错 可下一秒她的眼睛就变成了紫色 体内充满了力量 突然她大吼一声 一阵红色烟雾过后 她竟然变成了一条蚯蚓 说好的巨龙呢 原来是她的水草放少了 药力不够导致的 这个女孩拿出一只老鼠 小美念出咒语 天零零地零零 变只青蛙行不行 下一秒 女孩就变成了一头猪 老师非常生气 让她赶紧变回来 可她还不会咒语 只能硬着头皮施展魔法 一阵绿光闪过 金发妹变了回来 可惜长了只猪鼻子 她还想抗议几句 可不自觉地哼哼起来 小美被赶出了教室 三个女巫在天上飞 突然她的作业跑了出来 后面的二翠可就倒了霉 她摔到了房顶上 小美回来找作业 刚打算接过来 可脚下瓦片一滑 小美也从房顶上掉了下来 立马成了全校的焦点 幸运的是 她被支架挂住 没有掉到地上 她召唤来扫把 放到屁股下面 然后拽了拽魔法斗篷 可怎么拽都不管用 于是她念出咒语 天零零地零零 支架变到墙里 行不行 一个响指过后 支架就消失了 然后骑着扫把离开了这里 可她不知道的是 墙面出现一条裂缝 学生听到声音 都抬起头来 不停地向后退去 裂缝越来越大 老师们却非常淡定 下一秒 教学楼就裂成两半 变成了废墟 刚开学就给老师一个惊喜 柔道里充满了浓烟 小美赶紧跑了出去 看到老师手上冒出的烟雾 她以为老师着火了 上去就泼了盆凉水 其他人都是一脸地吃惊 老师非常愤怒 原来这是消防演习 她伸出左手 在身前轻轻拂过 瞬间就吹干了衣服 小美灰溜溜地站好了队 有人给学校积了个快递 撕开包装后 竟然是个石头 等他们离开后 石头竟然眨了眨眼睛 随后她被放到了教室里 而且还在不停地蠕动 学生们都非常好奇 突然她扭了几下 竟然变成个女人 原来这是他们的新老师 然后给学生们发了泥巴 让他们自行发挥 做出满意的艺术品 小美想去拿点水 没想到二翠 偷偷对泥巴施了魔法 正当老师上课时 小美的蛇竟然活了过来 吓了他们一跳 二翠说 小美是为了炫耀 这个女孩打了个喷嚏 下一秒就出现在楼顶 原来是她的哮喘病犯了 然后又打了个喷嚏 这次竟然来到了 校长的办公室里 幸好没被校长发现 然后又不见了 他们竟然来到了教室里 看守魔法石的老师 还在睡觉 突然小黑又打了个喷嚏 魔法石竟然被传送走了 他们回到了宿舍 这时同学走了进来 发现长发妹怀里 有个魔法石 她吓得把石头 扔到了床上 他们想把魔法石放回去 这个女人对着魔法盆念出咒语 天灵灵地灵灵 变成神兽行不行 下一秒 光华一闪 她变成了一只鸽子 开拍翅膀飞了起来 学生们都是一脸的羡慕 这就是传说中的精神灵兽术 而她们的考核 就是变成一只灵兽 小美她们来到一幅画前 把重生药水喷在上面 下一秒 相册散发出耀眼的蓝光 还不停地抖动 一阵黑烟冒了出来 画里面的女孩竟然活了 三人非常吃惊 而女孩更是不客气 一个转身后 变出一只瓶子 法杖用力一戳 三人迅速缩小 竟然装进了瓶子里 这算不算咎由自取 她在学校里不停地穿梭 发现蝙蝠和马粪都不见了 原来她是暗黑魔法师 女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三千年 她这才把三人放了出来 而小美不知道的是 女孩原来是个大骗子 她的变身兽是一条大蛇 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个女孩要变身了 她把材料放到魔法盆里 然后念出咒语 天灵灵地灵灵 变成灵兽行不行 下一秒 一片蓝光冒了出来 她变成了一只小狐狸 在教室里跳来跳去 另一边 大漂亮也念出了咒语 一阵蓝光闪过 她竟然变成一条大蛇 悬浮在了空中 几人赶紧逃跑 大蛇也追了过来 他们跑到教室里 让同学们赶紧出去 这时大蛇也来到这里 老师想跟她较量一下 没想到大蛇法力高强 她被逼得节节败退 勉强有自保之力 幸好大蛇没有攻击其他人 这时小美站到魔法盆前 她说 我连蜘蛛都不怕 还会怕你 然后念出咒语 下一秒 金光一闪 她变成一只金翅大鹏鸟 扑上的翅膀朝大蛇飞去 他们斗在了一起 突然小美抓住大蛇的头 用力向前拽去 把她拉到魔法盆里 大蛇变成了大漂亮 她敲了下地面 大鹏鸟扇了几下翅膀 就变成了小美 可面对这么多人 大漂亮一点都不害怕 毕竟有几千年的法力 她要当校长 反对她的人 将被放逐到外太空 面对这么强大的空间漩涡 没一个人敢提出质疑 突然空间波动一闪 她被小女孩推进了漩涡里 原来她一直都在隐身 老师赶紧走了过来 关闭了空间通道 女孩双手不停变换 快速结成法印 刚许下心愿 外面就乌云滚滚 电闪雷鸣 还刮起了大风 突然有东西 从乌云里飞了过来 定睛一看 居然是小黑 她在空中不停地盘旋 手一伸 就冒出一道闪电 女巫的飞行法器 怎么变成摩托车了 她现在学会了操控天气的法术 要魔法学校教出SB老师 让她变成石头 否则三十分钟后 就摧毁学校 这时乌云越来越黑 同学们都跑回了教室 他们这么多人也打不过小黑 突然二翠走了出来 她要单挑小黑 小黑射出闪电 二翠摔到地上 不过她很快就站了起来 闪电越来越多 可二翠全部接了下来 而且越来越轻松 原来她有防护结界 把多余的闪电收集起来 念出咒语 把闪电反弹回去 射到小黑身上 一阵光波过后 她就变成灰烬 飘向了远方 同学们都为二翠鼓起掌来 可小美却说 那根本不是小黑 果然没过多久 外面又乌云滚滚 小黑骑着摩托车飞了过来 同学们让二翠出去揍她 可二翠的防御药水又没了 接着小黑一伸手 学校塔尖就消失了 然后变出一张大脸 让学校教出SB老师 可学校根本就不同意 她来到操场上 不停地放出闪电 学校正一点点被摧毁 教学楼也不停地晃动 简直跟世界末日一样 突然SB老师带着小黑出现了 原来这个小黑是假的 他是二翠用许愿星变出来的 见到真正的小黑后 他就变成了许愿星 看着破败的教学楼 老师用他许下心愿 把教学楼恢复成之前的样子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我没在这些小黑能 想像是有不拥地的 但是这个小黑是